Root-L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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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有一些更正 所以我就refresh 再從這邊再開始說一下 加上一個PT控制器以後 我們原來的Root-Locus 會變成一個Count-Tour 它這邊會有兩個參數 一個KP一個KD 那兩個參數的話就會Root-Count-Tour跑出來 所以我們就 以KD為主的話變成這樣 所以當KD等於0的時候我們先畫 這個的更軌跡 這個是以KP做變動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的是在這裡 如果光是看這個Root-Locus 各位各位看這個Root-Locus 就是一個POL在這裡一個POL在361 POL 所以這個當KP增加的時候 它會往這邊走 在-180.6這邊 開始往上離開 在這條曲線上面 這條綠色線上面 所有的KD都是0 所以這是我錄的Count-Tour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KP動以後 所得到的這個更軌跡 先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又接著是這一塊 等到你把KD加進去 因為分母的部分就是你剛剛 以KP為主的軌跡 所以綠色的就是剛剛那個KP為主的 那KP為主的這邊就有兩個POL一個0 兩個POL一個0 我們說過這個就是一個圓 就是一個圓 所以這邊其實都是一個圓 這邊都是一個圓才對 那圓的話 各位要看到 越往上走 綠色線越往上走 KP是越大 所以這一點的KP是0.25 這一點的KP是1 然後當我KD動的時候 因為它是圓 所以它這個會往這邊走 這個會往這邊走 這個往這邊走 這個往這邊走 那往這邊走的時候 是KD再變 KP沒變 這KP是0.25 這KP是1 那顧名思義 如果你選越大的KP 越往上走 那看一下 那個damping ratio 應該會越往這邊 damping ratio 越往這邊 那個overshoot率是越大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你可以選不同的KP 那如果以我們的規格 開始要開這個圓 大家都希望降在5% 你大概抓在45度的地方 這個大概45度就要出去 所以大概這個附近的KD 是你可以要的 那以這個來看 這個KD慢慢增加增加增加 到這裡 這裡的KD是0.001772 所以其實這個KD的增加 是非常非常小的 這裡的KD KD這裡是0 這裡就0.001772而已 所以事實上就一點點了 所以這個走的過程中 這個KD的變化是非常的細微 所以如果你選1.001772 KP選1 到這裡來的話 就跑到這裡來 這個有個POW會在這裡 這個POW也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 你從這個路透可實料 看得出來 所以這裡的KD的變化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非常小 那小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要用哪一個參數呢 我們就會 給大家看這一頁 所以 因為KD 看樣子0.01 其實也是非常小 所以在中間也會挑幾個數字 比如你挑0.005 這裡這也是假設KP等於1的情況 跳0.005 那我們就會得到這個 Overshoot還不夠大 這個 這個例子用KP等於1 也就是你走這個外圈 走這個外圈的時候 如果你KD選0.005的話 Overshoot還蠻大的 你再選大一點 0.01772的話 Overshoot就降下來 變成就4.2而已 如果你再選大一點的話 它會降得更低 看起來爬升時間 還有setting time 都會降下來 如果你KD越行越大的話 那你可能會問說 這個0.00177 不是已經到這裡了嗎 那你注意一下 這個系統 它並不是Original 就我以前講的 純粹的二階的系統 我們以前講的 二階系統 是沒有這一塊 那現在這個系統 你會多這一塊出來 原來這個地方 如果Pow都在那個十軸 它的確是不會有Overshoot 但是你多了這一塊 多了這一塊 它爬得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它會有Overshoot 會跑出來 但我們發現說 如果你選不同的指 好像以這個例子 如果你這個 如果裡面有加控制器的時候 是紅色的線在這邊跑 那如果你加上控制器以後 這個看起來是KP等於1 那KD選0.0選 它事實上就會降 它會降下來 就Overshoot會降下來 然後跑得比較慢一點 那這個簡單看也看得出來 就 我們從這裡來看 因為一旦到了這裡來 應該是沒有Overshoot 但是它是不是多了一項尾分項 尾分項會把它拉上來 但是因為KD的值很小 所以它只拉一點點上來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它其實這個波形降了 是make sense 它會拉上來 但是它不會超過太多 我在講一遍 這裡會Overshoot 這是純粹的兩階 就Overshoot 但這個太高 你要把它降下來 降下來我們這時候選是 選KD的0.01772 相當於Ru Locus的這一點 那在這裡 照理說在石頭上面的Pow 不是不會造成Overshoot出來嗎 可以吧 這應該不應該造成Overshoot出來 但是為什麼會有一點點的Overshoot 會跑出來在這裡 我剛剛說過 我們現在這個兩階 原來兩階裡面是沒有這一項的 現在我們多了這一項跑出來 這一項是不是Original的東西 多個微分項 微分項 所以微分項它就衝上去了 我們說過PD不是就是助攻嗎 它要不是助攻 要不然就變助隊友 它加強好 加強壞 所以因為你多了這一項 但因為KD的只太小了 所以它增加就增加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Overshoot 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已 它會往上爬 但是它沒辦法爬到這麼高 因為你設計的時候 讓它主要那個Pow 是沒有Overshoot的情形 但是微分項 幫你拉高了一點點出來 所以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它就把這個Overshoot 把它壓抑下來 把壓抑下來 那因為PD控制器 所以它爬的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是很快的就到這裡來 所以你原來的兩接做不來 你加個PD控制器 它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我這邊再把它簡單說一下 那這邊是講到那個頻率域的問題 所以這裡還是假設KP是1 如果KP是1的話 各位Recall一下 我們講PD控制器15頁這邊 第15頁這邊 這個橫軸 這邊不是應該20Log 這個地方應該20LogKP 像我KP爬1的畫素 相對這邊是0dB的意思 所以加PD控制器是怎麼樣 低頻的時候 Magneture是幾乎不動 高頻的往上爬 轉折點是在這個0的位置 轉折點是在這個0的位置 所以這個Keep in mind 它在轉折的地方 什麼時候開始往上衝 在0這個位置開始往上衝 往上衝 這是放大的 它的向角 我們再Recall一下 向角在這個轉折的地方 它會有正45度 因為它是在0端 因為正45度 在低頻的時候 向角不增加 高頻的時候 增加了90度 那中間緩衝的地方 在這個45度的角 慢慢就緩上去 轉折的地方 也是在這個0的位置 這個我們先Recall一下 這邊都假設KP等於1 比較簡單 因為這0dB 你KP如果不等於 沒有關係 KP如果不等於 只是這個東西 這個上面這個 上下飄 然後這個是不會動 這個不會動 有了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再來看這件事情 比較容易弄懂 藍色的 藍色是沒有加控制器的 藍色都是沒有加控制器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 兩接的系統 但你沒有加控制器 它是一路往下掉 所以這個是一路往下掉 那這個因為兩接 Type 1 所以這邊是-90度 低頻這邊-90度 那這個高頻的時候 因為Type 這個是兩接 兩接到-180度 所以藍色線是從-90度 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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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80度 這是沒有加控制器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加控制器 假設KP等於1的情況 那加了 這是PT控制器 所以它在低頻的時候 Magnitude的話是幾乎不動 所以你看這幾條線數都不動 到了高頻的時候 它是往上拉 所以高頻的時候是往上拉 所以趨勢上往上拉 自己哪一個數字往上 再有其他判斷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看到這個大方向是 那個藍色的往下掉 然後加上不同的KD值 就PT控制器 它的高頻就往上拉 再看向角 向角低頻的時候也幾乎不動 因為15也告訴我們是幾乎不動 到了高頻以後 它會往上拉90度 所以你看本來應該到-180度 對不對 是不是整個都往上拉 拉到-90的地方 我現在只是講說 極低跟極高 中間我還沒講 可以吧 所以這個趨勢圖就從15頁這邊看出來 我們後面講 各式各樣控制器都會按照順序來 先加這控制器的頻率強益是什麼 有加跟沒加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再看這幾張圖 我們就發覺說 在這裡看起來 KD越大 它這個曲線是 越上面的那個顏色的 是KD越大 越上面是KD越大 我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越上面KD越大 這裡我是不是假設KP等於1 那你看看也是那15頁 0的位置是不是在KP除KD的地方 就是那個轉折的頻率 是不是在KP除KD的地方 那我現在是KP假設它是1 所以轉折的頻率 是不是在KD的導數 可以吧 所以KD越大代表什麼 是不是轉折頻率越小 我們把這個keep in mind 在這個case裡面是 因為我把KP固定 所以KD慢慢增加 你那個路的count to KP慢慢增加 KD慢慢增加 相當於我把那個0 慢慢的往那個原點那邊移 在頻率域裡面 就是轉折的頻率 是往低頻那邊走 這兩件事你可以嗎 跟軌跡圖裡面的那個0 是往原點那邊走 頻率域裡面是 quantum frequency 往低頻這邊走 這個不要去背 你只要可以分析就好 因為這個在分目 所以再講一下 因為現在講頻率 KD越大轉折頻率就越小 轉折頻率越小代表什麼意思 你看 轉折頻率如果越小 是不是這個越往這邊走 越往我這邊走 越往這邊走 是不是高頻就拉得越快 如果我這個轉折頻率 越往這邊走 是不是貢獻更多的向角在 就是頻率大到某個地方 又很快就超過45度到90度那邊去了 所以如果KD越大的話 代表這個越往這邊走 就越延遲的拉高的頻率 或延遲的拉向角的一個頻率 如果這個概念有的話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所以看得出來 因為這個比較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KD如果越大 如果空中頻率就越小 是越往這邊 它應該越早拉到-90度 像這個是比它 這個大一點點 這個更大 所以到這裡才轉折出來 要往這邊拉 這個是轉折在這裡 這個轉折應該更小了 為什麼轉折越來越小 因為KD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圖解釋這樣可以嗎 你要深度去看 不要只看到Manner弄出來 就做出來就算了 不是 因為你還會分析 Manner只幫你做出來 Manner不會幫你分析 好 那這邊其實這段話也是一樣 如果KD越大 這個空中頻率越往這邊 所以它們越早拉高 相當越早 所以你看它上面就 KD越大拉得越高 所以這兩張圖的趨勢 至於這裡面的數字 當然是Manner會幫你忙 你要會分析 Manner要會算 算你沒有電腦牆 所以算的東西 你都交給電腦去算就可以 人只能判斷趨勢就夠了 但是電腦還沒那麼聰明 所以AI起來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夠看它能夠幫你判斷一些事情 那向腳拉高的目的是在哪裡 各位來看 如果我不拉向腳 就是一個藍色線 對不對 如果不拉向腳 它的Face margin 是不是以180度那邊起跳 Face margin-18 然後往上拉 像這個 這個剛開始沒有人家控制器的時候 這個Omega G在這裡 往下拉到這裡 所以這個高度是22.68 所以它的Face margin就是22.68度 但你沒有人家控制器的時候 我家PT控制器 我是這個往上拉 這個往上拉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 如果 前面有個假設 這個Omega G是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 如果這幾個 Omega G如果都不動的話 是不是相當於Face margin就增加了 Omega G即使變小一點 看起來也是增加嘛 對不對 更何況以這個case來說 這個像畫過去 是不是KD越大 Omega G越大 Omega G越大 Omega G越大 這邊看起來是不是拉得越高 Omega G越大 就越往這邊走 越往這邊走 你看 越往這邊走 Omega G越大 以這條線做例子 紫色的 黃色的跟紅色的 紅色的Face margin不大 土色的應該更大 紫色的應該更高 因為它會往90度那邊去拉 我們再說一遍 以這個case加PT控制器 是希望說增加向角 增加向角的目的是 針對這個case 針對這個case是 這個case 因為它從Face margin 是從Face margin 從Face margin 往上拉 往上看 因為這個是Face margin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不加只有這邊而已 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曲線往上拉 那一定Face margin會增加 所以的確是 這往上拉 那這往上拉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Face margin跟Omega G有關 也就是說 因為你整個是往上拉 因為整個向角 是得到一個正向角 所以其實Omega G 選哪一個地方 都會比原來沒有加的Face margin 來得大 我舉個例子 假設不管什麼因素 現在這是22.68 Omega G在這裡 對不對 假設Omega G因為某種原因 往後拉 這個case是往這邊走 假設你往這邊拉幾個 這樣拉上去 是不是還是有增加 只是增加的不多而已 因為你越往低頻走 PT控制器越往低頻走 增加的向角 是增加的越不多 你要讓PT控制器的向角增加多 要用高頻 那個15頁那邊已經告訴你了 轉折的頻率 是在ZERO的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設計上 可以讓Omega G 是超過那個corner frequency 讓你相加的向角就越多 以這個case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KT越大的向角增加越多 那到底增加多少就要算一遍 所以這個圖 已經交代清楚了可以嗎 所以你這個圖一定要配合15頁那邊來看 所以我們看這個數字 如果你KT剛剛選了這幾個數字 如果你選0.005的話 這個face margin就46 0.005是這條曲線 紅色的這條曲線 它這時候只有face margin就46 那如果你選這一個的話 就是剛剛我們在Rooter Contour裡面選的這一個 選的這條線是這條線 黃色的這條線 土黃色的這條線 這條線得到margin是82.92 那如果再高一點選這個的話 就會得到88 那像目前規格開的是80度 所以看起來應該0.0177 這個看起來是OK的 那以規格來說這兩個都符合了 那帶來就是看這些你去不去這些 像這個是還有一點點那個最大值 這共振還有最大值 那現在這個共振最大值值到1而已 所以如果你從頻率強硬的話 從face margin game margin 應該是這兩個都可以 那如果你希望有時候可以有共振的東西 你可以選這一項 因為這一項 畢竟還有1.025 那這game margin為什麼是無窮大 face這沒有問題 這剛剛已經交代過了 那這個為什麼是無窮大 我們來看圖 這個無窮大 game margin是要看OmegaP 以這個case來 OmegaP是要跨過180度的那個 那你可以看到嗎 這個沒有加控制器的180度 要在高頻才會到180度 要到極高頻 如果你加了控制器 又是永遠沒有機會到180度 沒有機會到180度 代表說你的night crystal 是不可能會跟十軸有相交 負的那個十軸 不是要180度才能相交嗎 要相交到那一點 向角一定是180度 負180度 這裡沒有機會了 它都往上拉到90度去了 拉90度 所以它永遠沒有機會去切在 這個簡單來看 我看這幾個 這幾個相當於這樣 它剛開始的時候 它兩階的系統是這樣 這是沒有加控制器的 沒有加控制器這樣 以這張圖來看沒有問題吧 這個OmegaP 這個OmegaP 這個game margin無窮大可以吧 這個是KD等於0的情況 那KD加上去以後 是不是加上一個0 加上一個0 它還是往下掉 加上0 我們說過 我們比較誇張的畫法是這樣的 以這個來說 是不是-180度進去 加上一個0 是不是應該-90度進去 所以它的樣子 會相當像這樣的情況 這邊會這樣凹進去 它永遠沒有機會 去碰到這條線 這樣是吧 那我是故意誇張的話 這樣是因為讓你 是magnitude有個轉折 它實際上沒有那麼誇張 它正常情況下 你如果用電腦去看的話 它圖形應該像這樣 我故意畫成這樣 是跟你講說 有個Zero在這裡 這是我故意誇張的 你比較可能的畫法看起來 因為它一開始是 如果你加上 各位看 這個是沒有加控制器的 加上控制器以後 你看那個低頻的部分 是不是還是在-90度 低頻是不是在-90度 高頻是不是在-90度 只是低頻的時候 這個magnitude比較大 高頻的時候這個magnitude比較小 對不對 如果它畫到這裡 如果多應的話 大概就差不多像這樣子 如果要誇張一點的話 我故意畫個轉折 告訴你這邊有個Zero 那這個是高頻 這邊切進去是-90度進去 這邊是不是告訴你是 低頻是-90度 那我要你注意什麼事情 淡藍色這條可以吧 那我問你 現在假設我現在 不管是考試啦 還是小考啦 還是說你去上班 你畫到一張這樣的 Nightquist的圖 然後你要去model那個 穿梭方形 我先說紅色的 紅色應該比較沒問題 對不對 Type 1 可以吧 然後Pol跟Zero差 差兩個 紅色的 Pol跟Zero是不是差兩個 所以你會越簡單的話 你會模特兒成為 Type 1 兩個Pol一個Zero 或者兩個Pol沒有Zero 或者是三個Pol一個Zero 這樣對吧 紅色的情況 只有你現在要有這個Sense 不要老是看圖 你要改變的東西 你要盡量讓你的思考 是從圖變成Transe Function 而不是一般學自動控制一樣 有Transe Function得到圖 有Transe Function得到圖 又不需要你Manager就可以了 有圖得到Transe Function Manager也做不來 這樣你才有Value的 你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一定要有Something different 要不然大家都會一樣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創意了 那個淡藍色的這一塊 是不是也是Type 1 它的Pol跟Zero 是不是應該差一個 也就是說 對紅色的來說 淡藍色的這個來講 如果是淡藍色的這個G 它應該是這邊有一個Type 1 這兩個會差一個對不對 差一個我剛剛說 要不就這樣子嗎 這樣一定不是這種圖 所以你一定會這樣 這邊加一個 這樣可以嗎 當然如果你願意加三個Pol 就變兩個Zero 那你一定先從越簡單的 minimum order 這邊開始做起 所以這個你會Model成這樣子 那如果是紅色的話 如果是紅色的 你就會Model成為 可以吧 如果這個不行 你就再繼續加碼 繼續加碼 我們一定從 minimum order那邊 開始往上加 所以這就是 跟各位講說 你要看圖式子 好 所以這張圖的故事 也告訴我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這樣弄的話 就是我剛剛畫的那個淡藍色的那個圖形 就是Nyquist就是那個樣子 好 那我來看看三階的狀況 剛剛那個是個兩階的情形 因為郭先生剛剛那兩階 是從這個三階逼近出來的 我們前面選了K 是選181.17 所以這時候真正的三階 overshoot的是78.88 這個都前面已經教過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這個系統 這個現在加上PT控制器 在這裡 好 那我如果加上PT控制器 就加這一塊 那這個是我們以前畫過的那個contour 來 一樣畫這張圖 剛開始的時候 這是一個三階的系統 各位來看 如果沒有KD的時候 這是一個三階的系統 這三階的系統 以前是這樣 一個這樣 一個這樣 這個大概-400 這我記得是3600多吧 那 是不是這樣一個軌跡圖 然後你加上這個以後 是不是 有一個Po在這裡 某兩個Po在這裡 加上一個Zero在這邊 如果Count2 這個應該往這邊走 漸漸在這邊 它應該往這邊走 我這邊是講很快的 因為我認為 你上學期有跟那個老師教 教學過 應該是會的才對 這都是上學期的 上學期大概有一個這樣 它三階的系統 如果記得沒錯 是3600多的樣子 這個大概在-400的地方 那這個大概0 曲線是這樣子走 然後你加上PT控制器以後 不是加上一個Zero嗎 這本來的漸進線 大概像這樣 那三個Po 那加上PT控制器以後 是不是多一個Zero出來 多一個Zero的話 漸進線就變成90度了 所以漸進線大概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 某一個Kp值以後 會到這裡來 某一個Kp值以後 那加上PT控制器 是不是加一個Zero 在什麼地方 現在這個Zero 我看看它 它應該加在某個位置 這個Zero 你看這邊 是不是在那個0附近的地方 你加上一個Zero Zero進去的話 會加在這個附近 如果這邊加上一個Zero 那麼就會 這條線會往這邊走 這兩個老兄會往這邊走 會得到類似像這個漸進線出來 所以曲線 會得到一個黑色的曲線往這邊走 Roughly這樣子 往這邊移動的部分 往這裡移動的部分 都是Kd慢慢增加 Kd慢慢增加 Kd慢慢增加 增加到這裡 你看這邊有個數字 0.005在這裡 慢慢增加 在這邊甚至0.005 我們前面用的例子 大概0.00177多 這個Kd是0 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再一路這樣上去 顧名思義 我還是希望 調在45度角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一條線是45度角 所以如果 你要Malign去做的話 到這裡大概是 Kd大概0.005 所以你大概Kd 會選到0到0.005之間而已 如果你沒有先做這個分析 Kd就從0到100 讓它去跑一遍 100都跑到後面去了 根本沒有用 所以你看到一大堆的Data 沒用 你沒有耐心看他們有多Data 如果一千筆Data 你有耐心看三筆 我就輸你了 所以 我們先用這個分析夾 把範圍界定在這裡 這時候看10筆20筆 你看起來就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這時候這樣 從0.005是剛剛這個 它從0.005這邊開始慢慢增加 Overshoot 沒有加的時候 這次沒有加 Overshoot 78 加上Kd控制器以後 它就一度往下掉 掉到這個是0.002 大概11.37 這個再增加的時候 你看這個Overshoot 是不是開始變大起來 我在這邊 它是不是剛開始往下掉 然後掉到某地方 它又升上來 所以你看 Makes sense 一開始往這邊走 這個Damit Ratio太大 到了某個地方之後 然後它又往上走 就是切45度角的地方出來 所以你從這個趨勢分析 它是這樣走 之後從趨勢分析出來 就是Kd如果太小 Overshoot太大 Kd太大 Overshoot還是太大 我再說一遍 不要讓Mallet跑出來 你就把它丟一邊了 你分析看看 因為Mallet它是一個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也可能這個東西是錯的 如果這個是對的 你就要自己分析看看 為什麼要走走走一半 因為前面的例子 它一路要下去 但這個例子 為什麼要跑一半 它又轉折回來 所以你要從這裡來幫你分析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工具 來幫你的忙 你不能只會一樣東西 所以這個曲線 看起來的確是這樣的 也就是以這個case來說的話 這是假設Kp.1的情況 以這個case來說的話 那這個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最好的情況 Overshoot在11.37 所以看起來沒有完全滿足你的要求 那我們看這張圖 這是Kp.1等於0 Kp.1慢慢增加 慢慢Overshoot 的確是往下降下來 但是呢 這是1.2 那這個1 所以大概這個套在一半的位置 沒有符合我的要求 我要求是只能5% 這裡看起來應該10% 以這個case來說 如果你Kp.1 Kp.1這樣子挑的話 明顯是不行的 不行怎麼辦 你會打算怎麼做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參數可以調 我們在做這一體 是有兩個參數 我現在是不是假設這樣子 這個固定 你調出來的Kd最好 最好大概 剛剛只能調到11%的Overshoot 沒有滿足你的要求 所以這時候你要去調別的東西 是不是還有一個Kp可以調 這樣記得嗎 那Kp.1不要亂調 那剛剛的情況是因為 你可以想像說 是因為這樣子這樣子的關係 那是因為你剛開始從這邊走對不對 如果這個三角形是在這裡 是不是走起來就變成這樣子 如果三角形是在這裡 走起來是不是這樣子 這三角形由誰決定 就同意嗎 這個紅色線走的時候 是不是Kd.0 調Kp 這是Kp越大越往這邊走 那剛剛Kp.1 是選這個嘛 所以切起來剛好是速度的 大概是切到接近一個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這個就有機會 Overshoot可以降下來一點 我重畫一次 這個上面是Kp越變越大 但這時候Kd.0 這三個是個別是某個Kp 這是Kp比較小 我假設這個Kp等於1 這Kp是更大 那我大概有一角45度角這邊 那加上那個Pd.0 就是有個Zero在這邊 所以這個線就會往這邊走 Do Locus 這個就往這裡走 然後這個另外一邊的是 另外這個往這邊走 那我看這邊的就可以了 這個會往這裡走 這是紫色的線 可以吧 這Kp等於1的 所以如果你Kp選更大 它是不是越往這邊走 你大概Overshoot的 只會越來越大而已 所以這時候你把Kp降下來一點 對不對 Kp你降在這裡 它是不是就變成這樣子走 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可以切一個Kp 就是你可以看到 45度角是一個Reference 對不對 不會剛剛有45度角 但是你是不是比較多的區域 是落在45度角下面的地方 是Overshoot的變大一點 所以從這個趨勢圖 就是你到時候 你的Kp不要亂調 還可以調Kp到一樣 我Kp從1調到1萬 就發現沒有一個符合你的 所以這個Case 應該把Kp調小一點 所以我跟你講說 這裡的分析是這樣 我現在給你的講義上面 指到Kp等於1 然後你得到一個結論是 不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不符合我的要求 對你來講 我不希望說就算了 就打住了 不是 因為你還有一個參數 你放棄了 叫做Kp 所以我們可以把Kp調小一點 不要Kp.1 以這個狀況 Kp調比例0.8 0.7 你可以模擬看看 這時候你就可能有機會 我只想說可能有機會 萬一Kp調上去也沒機會 放心 控制器又不是只有一個PD 控制器有一堆的控制器 所以你不用急 但是重點是 你千萬不要放棄 我這樣調掉不行 你只調一半 有兩個參數 你只調一個而已 你應該說 Kp、Kd 盡得蠻荒之力 都還不行 這時候你再改控制器就好了 所以建議各位 你用Manler去做的話 應該把Kp調小一點 再開始去做 不要調Kp.1 那Kp調小 這時候 Kd也是要從0.00起 這邊開始慢慢調起 所以我會解釋給各位聽 所以為什麼要 變大變小 事實上都有些工具在幫你的忙 千萬不要去瞎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這個Case 這邊也有很重要的information在裡面 來 我現在這個系統 就是三階的系統 三階系統你看 藍色的線就是這個三階系統 一路往下掉 對不對 藍色是沒有加控制器的 注意看這個像角 跟剛剛前面的例子不一樣 因為它還是Type-1 所以這邊也是 是從-90度開始 但是它在高頻的時候 就不是 跟前面那個不一樣 到了高頻 它這邊是-270 是它一路往下掉 對不對 掉到這邊是-270 跟前面的那個圖 掉到-180不太一樣 270是代表說 如果是在這個附近的話 是代表unstable 因為Face margin變得負的 那你看 我加上這個PT控制器 PT控制器 是不是在高頻部分 加90度進來 所以是不是這個-270 就往上拉 拉到-180 拉到紅色線這一條來 這樣就變成有機會 它變成一個Stable的一個System 那以剛剛路羅克斯來看起來 所以它本來 如果你不加控制器 那個KP越來越大 所以軌跡就跑到右半壁面 你多加一個PT控制器 加一個Zero 就是把這個曲線 就往這邊拉到 拉到Stable的Region裡面來 路羅克斯這樣告訴你 來 如果你加上一個PT控制器的話 縮穿了 這是會往上拉的 只是這個拉上來 它的Face margin 可能就沒有前面這個例子 那麼漂亮 你看27的這邊 本來就是Stable的 而且本來藍色是在這一條 這個往上拉 所以拉得看 也可以拉到90度 最多可以拉到90度 但是到了這一月來看的時候 它往上拉的結果 你看它是接近到 因為270接到180嘛 對不對 所以你顧名自己 看起來Face margin 都沒有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看起來 Face margin不夠大 那如果我這一集 又開一個規格的時候 我希望Face margin 80度的 你看我加一個PT控制器 不管哪一條 是不是看起來Face margin 都沒有機會拉到90度 這邊看起來 現在以這個來講 頂多就58度了不起 如果像規格又開一個80度 像剛剛那個兩屆一樣80度 那這個看起來 就沒辦法搞定了 沒辦法搞定了 我們會告訴各位 不用急 你看 我加一個PT控制器不行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比較熟PT控制器 我加兩個PT控制器 我先加一個PT 我再加一個PT 就是Cascade Cascade為什麼 你加上一級又是變成 假設是變成紅色這一條 它就不太是藍色這一條 是變成紅色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 再加上一個PT控制器 是不是這個高頻 就會往上再拉90度上來 這時候是不是就有機會 可以到Face margin的東西出來 你不要傻傻的 PT控制器 就只能一級PT控制器 沒有啊 你可以兩級三級四級 只是你用四五級 你瘋了 一般再加兩級就了不起 兩級還不行 趕快捨棄PT控制器 換別的PID 或是Face Relic 其他的控制器可以用 一般來講 加兩級 大概是我們習慣上的極限 我們不會加五級 六級 七級 八級 這種東西 以這個Case來說 我如果Face margin 要加80度的話 你像這個是-270 我加上兩個PT 就多180度進來 所以最多是到-90度而已 這樣我的Face margin 就有機會落在90度以下 所以以這個Case 那你看 加上PT控制器的話 這個GAME會往上拉 所以這個拉得也很清楚 下次給你看這張圖 我如果不跟你仔細講的話 看這張圖 你要看得出來 我假設給你下次可以看這張圖 我都不標明 這些什麼KD是多少 這個黃色 我全部都不告訴你 我只給你這三張圖 那當然我同樣要給你相角 相角是那些數字全部都沒有 只有顏色 藍色、紅色、黃色就是顏色 那你有沒有辦法來判斷 就是說紅色 我們先看紅色的 紅色的東西 你可以判斷出來 是不是Type-1 你可以分析Type-1嗎 可以吧 然後以紅色的東西來說 PO跟Zero差幾個 差兩個對吧 兩個是因為從這裡看 紅色的這個看起來就應該是 這樣應該算差兩個吧 對紅色應該會模特成這樣吧 實際去做 以這個Case來講 它是三個PO跟Zero 所以也許我們從黃色的你會看得更近 因為如果我是給你這張圖 如果給你這樣的話 你其實你很可能會猜成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為什麼我會建議說不見得會這樣 因為如果把這幾張圖畫在你有reference可以看 其實說藍色的 藍色的看起來你一定會模特成這樣子吧 S加B吧 藍色的應該沒有問題 對紅色的來講 你有發覺說藍色是不是一路往下掉對不對 紅色呢 看起來是不是下降的斜率趨緩 所以這時候下降的斜率為什麼會趨緩 一定是有個Zero在那邊才會趨緩 如果你沒有Zero應該一路往下掉 而且掉的斜率應該是越來越大還對嘛 如果經過那個轉折點以後 這看起來並沒有嘛 這邊斜率是比較大 很明顯紅色的斜率沒有藍色的斜率來的大吧 藍色的一路往下掉 也就是說如果有數字可以幫你的忙的話 你可以注意看看說它掉的db數會是多少 舉個例子 這裡是一個Decade 那我們看看這個Decade再掉下來會掉多少出來 你看 這個落在我們Roughly抓了 這是-120到100之間 我們簡單抓 這個是10的40到50是一個Decade 那這個的高度是落在Decade 這個看起來差不多在40到60之間 這個落起來差不多在100到120之間 這個看起來大概在110 大概110 這個中間落在40到60之間大概50吧 我們抓這個數字 這個看上去這個值拉過去大概在50 然後這個拉過去大概在110 所以這兩者是不是差60 60個db 一個Decade 在一個Decade裡面掉了60db 是代表三個Pole的意思 一個Pole斜率是不是-20db 現在掉了60db 一定是三個Pole在那裡 從這裡其實看得出來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那你再看紅色線 紅色線的話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個大概是落在60到80 然後比較上面一點 所以大概在60幾 我大概抓到70 它沒有70那麼大 這個紅色的 這個畫過來大概在 我現在要-60幾 或者你們的標準大概在-65 簡單來看 那這個往上拉大概在這裡 這裡拉到這裡大概在-25 這裡大概在-25 這個大概在-65 我在這邊 以這個紅色的地方 這個拉過來大概在-20到-40之間 對不對 大概在-30再多一點點的地方 所以我假設是-25 這是我 roughly說的 這個呢 落在60到80之間 但是因為比較高一點 大概在-60幾的地方 這個在-60幾 是不是掉40db左右 所以是不是告訴你 這個這樣掉下來 是不是只有-2 掉40db 而這個掉了60db 一定是什麼 What happened 你加了個Zero進去 才減掉20db的斜率嘛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有這個藍色的對照圖 你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有個Zero在那邊 這樣子的話 告訴你說 你這個Model它的時候 你就不能叫Model 對不對 你就勢必要這個 這邊要再加上一個Zero進去 對紅色的線 叫Model才是對的 所以你要從圖裡面 去蛛絲馬跡去找 如果我都沒有告訴你 其他數字的時候 那紅色的跟黃色的布 要在哪裡 那個黃色看得很清楚 它本來往下掉 變要拉平了 然後又往下掉 你看了 這邊一定有一個Zero 要不然 要不然 不會這樣 一路往下掉 突然還起來 它掉下來 會不會還了 一定有一個Zero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 以黃色線來看 也是Type-1 Pole-Zero 插兩個的話 這邊告訴你 一定有一個Zero在裡面 所以你一定很快 就Model成這個樣子 我再說一遍 我們一定會有一張圖給你 請你去用你的knowledge 去判斷成 這個G應該長什麼樣子 G長出來以這個例子的話 你有參數 K、Z、A、B 你有四個參數 所以這時候 你必須從圖裡面抓一些點 去幫你描出來 這四個值應該是多少 你要學要學這一點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